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就关于中国的威胁问题进行专门的研讨 竟然得出来十分罕见 这个总结的结论非常有趣 我把内容说给您听听 您看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 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中国的情况了解的真实不真实 您的认识和他们的认识 是不是也有合拍的共振的地方 第一 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 但不排斥资本资本主义 你说它既不是公有制经济 也不算是什么完备的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这种实用型的经济模式十分罕见 一个十分罕见了 第二个 说中国内部啊 中国人也爱恰假 但是一遇到外敌 14亿人一致对外 就一个区区的韩国萨德事件 就让韩国失去了在中国的五分之二的市场 这种全民爱国十分罕见 第二个十分罕见 第三呢 说中国想做他们认为需要做的重要的事情 没有做不成的 因为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阻碍的 举全国之财力 人力物力去办这么一件事 这种举国体制十分罕见 第三个 第四个十分罕见 说新一代的年轻人呢 中国的年轻人正在成为国家的栋梁 他们在中国的航天 航空 核能 电子 芯片 高铁 互联网 单纲 平均年龄只有39.4岁 他们当中40%是从国外学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的留学生 这种群英会翠的现象十分罕见 第五个十分罕见的 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制造能力从一根针到制造航空母舰 从设计到成品 只要他们愿意 不需要任何外力 这种制造体系十分罕见 第六呢 他们说中国有庞大的金融库存 中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 说中国购买了美债2.1万亿财政盈存 银行存款及其他储备 共约8万亿人民币 其金融限制能力是欧美日俄的总和 说这种金融管理模式十分罕见 第七个十分罕见的是说 世界把个体优秀的产品成为品牌 但是中国呢 把一种新的经营模式称作品牌 说电商 支付宝 共享单车 美团 他们在一段时间里边创造出了经营模式 创造出了罕见的价值 中国品牌创新十分罕见 我估计这一条例未必同意 因为他们说在这个 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时间大概不是2021年 而是2020年较早之前 甚至是2019年 这件事我们并说 第八个十分罕见是说亚洲金融风暴 美国制造次贷危机都没有对中国造成冲击 而且他们本身可能形成的危机 叫中国自身的所谓危机很快也会消失 中国有庞大的市场 他们完全可以靠自我消费而推动市场 同时他们可以淹没他们认为有害的市场 中国的这种调控能力十分罕见 第九 说中国还有一个什么 说中国呀 中国人有五年计划 有十年规划 有一带一路 有本世纪中叶实现的目标 可能是50年的规划 说这种研判 这种预设的能力 这种应对各种危机的基础 在许多国家 许多国家连一个统一的想法都没有 在中国 一句话 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用了几十年 而且世世代代都灵 周恩来总理的万轮会议上 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到今天依然是中国的外交的总原则 中国能够把事情想到十年之后 十分罕见 第十说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 它不是某一方面的发展 而是综合的发展 即便不是世界最好的中国的发展 也绝对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 中国庞大的各个方面的基础设施的 发展实力十分罕见 这说中国的这些讨论中国问题的专家智库学者 他们一致认为说这个这样的中国太可怕了 如果他本身不出问题 请问谁能把他击垮呢 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 这篇文章谁写的不知道 在网上流传 据说在海外网站流传 我看到的时候 我看上面这些繁体字 也许是在将繁体 用繁体字那个地区转的 像这样的段子 我估计是脱洋人之口 是中国人写的 今天的老外 什么智库 什么学会 什么前政要 没有人对中国的认识 能这样全面深刻 能这么具体 这显然是概括而成的 就像很多作品一样 在流传的基础之上 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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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刚才我说到的产业化的时候 我就想给那边讲 中国不是产业链完整的问题 不是工业制造能力的问题 而是中国的产业集群的概念 比方说黄岐帆经常用这个产业集群的概念 产业集群什么意思 产业集群就是我这条产业链 我生产出东西70%以上 乃至80% 都是在我这个巴伦大的地方 都是在我这 屎墩尿墩 反正就这一嘎的一块 在这个里面生产出来的 比如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上下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是吧 环渤海经济圈 就我这一块 你这个产品 无论有多么复杂 几百个几万个零件 好 我在这基本上差不多了 你就就像在我们村 你什么都能造一样 那你何必要到三十里之外呢 对吧 马家长照装 你跑一百华里再去 你跑到越南去 只能生产一个苹果耳机 耳机还不是那生产的 是那个地方呢 来一料加工 因为越南人工便宜 然后土地不要钱 人跟你优惠政策 你把耳机的原材料 全都运到那去 然后组装一下 然后会出来 但是你整个苹果的生产线 拿到越南去 做得出来吗 做不出来 为什么做出来 产业链基础不行 更没有所谓产业集群的概念 但中国就不一样 所以像这个里边 这些十分罕见这些 应该说总觉得还是不错的 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 你说中国是什么主义 陷入主义之争 那就难免教条主义 整天讨论主义 那就叫教条主义 但是如果我一切从实际出发呢 那就要恢复我们党 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 所以关键不在主义 而在实践 什么事情都要拿到本本来衡量 那就叫本本主义 洋人死人说的不能改变 那就叫教条主义 实践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是把马克思主义 普遍原理 通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所以山沟里就出马列主义 所以延安黄土高坡 就出马列主义 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实践 就走出了一条 不同意常人的路子 比方说改革开放的路子 改革开放的路子 哪来的呀 学来的 跟谁学 跟前苏联学 没有 前苏联就不改革开放 所以僵化 所以死掉了 跟东欧学 东欧也不行啊 跟谁学 跟新加坡学 新加坡还没北京海淀去大 但人家是一国呀 新加坡 厄马六甲海峡 除了交通便利之外 没什么东西 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利用自己的优势 既然你们大国之间都在 都是关税壁垒 高筑 你防我 我防你 我小国 我也没什么东西 跟你们交换的 我壁垒那么高 有什么用呢 李光耀就想了个办法 我告诉你 我这儿就最便宜 我没关税 我零关税 而且我还给你服务的 伺候的你爷呀 爷你到这儿以后 你舒舒服服的 对不对 你那船道都靠过来了 第一 我没关税 我不跟你挣钱 第二呢 你要吃 我给你吃的要喝 我给你喝的要睡 我给你睡的 一切都弄得你舒舒服服的 结果怎么样 结果航运之便利 立刻就分流了全世界的航运 接下来大家都愿意到这儿来扎堆 人来了 那就叫人流 人流来的 其他什么都有 新加坡 这叫新加坡的开放 开放式的经济体 但是大家想一想 它只是海淀区 叫巴掌大个地方 慈禧太后说 罪而小国 罪而小国改革开放 这是经验吗 是经验 中国能学吗 以前没有人学过 但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党 中国政府就学刚开始全国学 没有 刚开始也是找几个地方 找几个巴掌 巴掌巴掌巴掌 到南方画了一个圈 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画了一个圈 神奇般的崛起一座城 我跟你说 这是形象画的 这个作者我都认识 歌词的作者 他还真是就行了 这儿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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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不行的 比如说有开发区 就一直没出息 行了行了行了 好 全国改革开放 实践当中 实践理性 要优于本本主义 教条主义 于是改革开放 我们没有主义之争 没有主义之争 不是说没有理论 理论是什么 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什么 摸着石头过河 实践理论 实践理性 摸着石头过河 那总得有个说法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对吧 所以中国的 你这个主义之争 虽然现在改革开放之后 关于这件事 你不能简单说 它什么主义 因此老外说 它也不排斥资本主义 它也不是纯粹的公有制经济 也不是西方 我们所见到的 熟悉的市场经济 所以他们说 中国这叫实用型的经济模式 十分罕见 有一个说法 隔壁王奶奶常说 不要怕别人说你不伦不类 不伦不类就是一类 对 不伦不类就是一类 是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社会主义 跟共产国际说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说的社会主义 列宁说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 以及东欧各国的 我们社会主义 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社会主义 但是中国特色 可是发展四十年之后 你知道吗 最新的讲法是 我们所行的 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是别的主义 而是社会主义 注意了吗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同的背景之下 强调的东西不一样 过去我们比较多 强调中国特色 讲初级阶段的理论 中国特色 初级阶段 现在我们也知道 则要正本清源 我们要强调 我们不是别的主义 而是社会主义 落脚点在社会主义 再比方说 中国人爱吵 中国人吵啊 怎么不吵啊 你旅游团出去 刚开始嗨嗨嗨 都挺好的 我告诉你 你出去十天你试试 去哪吃饭呀 吃什么呀 看什么呀 停留多长时间呀 盯点大个事 就会吵起来 每个团队都一样 但是要解决问题怎么办 遇到外敌 十三亿人一拥而上 上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好 同仇敌开 爱国主义是主旋律 所以中国公知在中国 今天 土崩瓦解啊 被骂得个狗血喷头啊 灰头土脸呢 公知上了一说话 就被今天80后 90后 00后 年轻的孩子们 骂得个狗血喷头 为什么呀 因为公知们 out了 老套了 他们讲那套东西 就辱墨自己的祖宗 试图在里面找自己存在感 在今天不合时宜了 爱国主义 同心圆的概念 十六子一样 抱在一起的中国人民 强烈的民族意识 在年轻一代 孩子上体现得特别泄明 所以这种全民爱国 十分罕见 全民爱国里边有没有罕见 有啊 也有罕见的 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 有罕见 抗日的时候有汉奸 现在也有人在蓬佩奥的 办公室旁边 专门给人家提供 提供怎么样的对付中国 怎么样对付中国的政治制度 怎么样对付中国共产党 现在蓬佩奥离开了 汉奸 汉奸哪里去啊 汉奸也得吃饭 吃饭 你没饭就得吃土豆 土豆哪里去啊 土豆滴滴去啊 瓦里瓦 瓦里瓦 现在汉奸也撤 所以像这个段子里边 所强调的这些中国人的一些优势啊 还都是真的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短板 我们的短板呢 也是非常明显的 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就是胡锡进说的复杂性 这么复杂 这么多人 历史悠久 但是我们各个方面 有很多差的东西啊 不是说每件事 天然的就应该做对啊 压题都压对 一路都压对题 就跟你那个买股票 每次都买对 怎么那么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几乎不可能 所以我们也可能会走错路 所以我们也可能改错了这地步 我们要把它改回来 所以今天中国执政党 中国政府相当不容易 所以呢 不当家不知柴美贵 所以我们要理解 我们要理解中国共产党 理解我们今天呢 做到这一切相当不容易 更要珍惜 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形式 更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 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中国说要做的事 没有做不成的 我觉得这个段子里边 总觉得这一条特别重要 这一条 有一个有个叫复营的女士 我就看这个叫复营的女士 满脑的白发 戈壁王大呢 说司马门 你这个你这头发 怎么脏兮兮的 别的老头看着很利索 你怎么老脏兮兮的 老像 戈壁王大经常敲到我 但是他说你看着复营 哎我也觉得复营 你说复营这大姐 人怎么就看着白头发 那么漂亮 复营有句话 就特别鲜明的体现了这个特点 什么特点 强调 中国人要想干成的事 没有干不成的 有人过监察会 问复营 所以为什么制放台湾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统一 你们认为你们能够做成吗 就说为什么要 组国统一 两岸统一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你们认为你们能够做成吗 老外会讲中文 带着洋墙洋调 复营呢 说话声音很轻 跟这个 跟这个我们现在新闻发言人 啊 华春莹有点像 他说 我认为十三亿人 坚定意志 一定要做成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 你凭什么认为不可能呢 哇 如果用一个怼这个概念的话 这话怼的太有力了 所以我要学习复营 以后我说话少强调 少的在那儿呢 说的这个赤裸裸的 少在那儿说的这个明火之杖 用温柔的调子讲的坚定的话 说到复营 我想起一件事呢 复营是个优秀的 你退休了之后呢 还这么有魅力啊 这么有能量的这么一个外交干部 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小弟 小代同志 当了一个秘书长 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祝贺小代同志当了秘书长 当了个什么秘书长啊 叫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秘书长 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 好几年了 刚刚换届 现在看呀 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台湾问题 尽管有复营同志 表达的这种全民的意志 但是这事呢 不容易 这件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这么迫切 和平统一促进会 促进和平统一 是动机 是愿望 是良善之心 是苦口婆心 是以德抱怨 甚至可以说 是热脸替人家的冷屁股 有人不要统一吗 对吧 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 那现在有个问题 如果和平统一不能实现 请问怎么办 我问小代 你说 我们天天说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 一年给一千多亿美元 但是你不能不警惕一个问题 那就是 你和平统一促进会 第九届 第什么理事大会 你选了一大堆干部 现在我们都是要 你当秘书长 是吧 你也不知道我说谁 不说代军粮 你们都是 现在要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促进会 所区别的是实现统一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 促进和平统一 促进武力统一 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实现一统江山 但是武统 合同 非但互不排斥 相反要彼此结合 不是说到了某一时刻再结合 而是现在就必须结合 本来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你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 哪来什么和平统一啊 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 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 断武实现统一的可能性 但是国家的实力强大了 并不必然带来统一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王在熙 原来台办那个副主任王在熙将军说的好 是吧 两个东西是一个事情两个方面 那当然了 我们今天也许没必要 也许没必要成立一个 专门成立一个武力统一台湾促进会 但是练兵打仗 整军比武 立足打赢 一切从实战出发 提出高标准严要求 就是为了在和平统一不能实现的时候 和平统一无望的时候 台湾可能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的时候 那以武制列 迫弃就范 蔡英文 是吧 匪首蔡英文 那就拿来就是了 抓了就是了 是吧 斩首就是了 对国共内战残存的 这个武装割据政权 我最近就喜欢用这个词 台湾 你给他脸 你跟他说那个话 他不听他 你不就是国共内战残存的武装割据政权 一个女的是大当家的吗 应该说 我刚才说中国共产党不容易 中国共产党太有耐心了 我党有足够的耐心 我党人质而易尽 我军乃为仁义之师 故而我们 故而我们不希望 不希望 不希望 无理统一 我们希望和平统一 但是和平统一 没有希望的时候 我当然就无理统一 而且只待一声令下 朝发夕至 有人说你说的痛快 嘿 也许我们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或者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有希望看到 我们所期望实现 而且不一定实现 回过头再说复营的话 你想13亿人决心要干成的一件事 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够阻碍 有什么力量能够阻碍 所以我说那个和平统一出几会 秘书长小旦 我说你们的会啊 趁早解散 解散的越早 那和平统一 那到来就越早 所以贵会持 尽早解散 视为置盘 感谢上康本期节目 下期见